这次民调失准是非常明确的事情 因为这次在选后最后几天 其实有一个民调很准 有一个民调是那个Iowa的 Anne Seltzer所做的这个民调 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 在民调界很受尊重的一位民调专家 然后在四年以前 他就是可能是唯一一个正确预测 他川普会在当地大赢的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希拉蕁会赢 只有他说他会大赢 而且他的预测的这个模式 是很受尊重的 因为大家后来来检查 就调查他这个模式的时候 认为他其实做得很正确 所以他在选前的最后几天 做了这一波调查的时候 他就说他觉得川普会赢七个百分点 那个时候其实在一片民调 都是说川普会输的当中 他这个就非常的特殊 但是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因为就是他上次这个记录 当时他是说川普是领先百分之七 平均的民调是说川普领先百分之二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讲 这个民调告诉大家的是 川普在铁锈带的票是被低估的 我们今天来看是这个结果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结果 我们讲的铁锈带是这几个州 现在还是粉红色这几个州 为什么叫铁锈带 铁锈带是因为 他以前是制造业为主 所以很多工厂 那后来在 应该其实是算从70 80年代开始 这个全球化开始之后 所有的工厂外移到中国 所以他的这个工厂都生锈了 所以叫铁锈带 好 那所以说 其实我这次在看选举的时候 对我来讲 其实最重要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铁锈带这一块 因为这一代看的是 川普过去四年 他的抗中政策 他的这个想要逆转全球化 这个东西 在这些民众 他买不买单 OK 这个威斯康辛 就是铁锈带 本来要去建厂的地方 威斯康辛州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东西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 他将来的 我觉得他这个 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他的这个 抗中政策会维持下去 因为有受到民意的支持 OK 而且他其实是一个 他其实在这一次 这个选战里面 他赢蛮多的 就是在铁 他不是赢一点 铁锈区 对 铁锈区 他赢蛮多的 所以说他显然 他的这方面的 这个政策 是受到选民的支持的 了解 所以我觉得 这个倒是蛮关键 过去三个月 我们在这边讨论 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民调 都告诉我们 平均下来 拜登会赢川普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平均下来 过去三个月 高高低低 但是到最后个阶段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拜登会赢 可是今天开票的结果 的确是平均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八 只是倒过来了 川普赢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民调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 民调黑洞在里面 我们2016年就碰到 这种状况 那各家民调都有说 我们会调 我们会改 我们会去修正 那个民调黑洞的问题 结果今天的这个投票 即便最后结果没出来 看这个投票的趋势 你就可以看出 刚才我说的 倒过来的百分之五 跟百分之八 这个来回就差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十六 这是非常大的误差 所以他就会落实 过去所说的 那些美国的民调公司 如果这一次再撤不准的话 他们要关门了 我刚认方法有调 但心没有调了 我相信是这个样子 是的 你觉得CNN明天怎么说 CNN 所以我说 他做了一个狡猾民调 CNN改名叫NCC 不是 他在投票前一天 他有端出一个民调 说这个川普跟拜登的差距 已经拉到百分之 好像百分之一左右了 拜登还是赢 可是只赢百分之一了 这是最后一天 CNN有丢出这个民调 那我称呼这个叫狡猾民调 就是说你最后一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选前的最后一天 美国有很多民调公司 都讲说已经拉近了 都把它调到百分之三之内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明天开票出来 无论谁赢 我的民调都没有错 因为我最后都有撤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狡猾民调 那一些主流媒体会怎么讲 我觉得主流媒体 第一个 不是 总要对你的读者 有一个交代 没有 他可以说 嫣代罪� gust 是最重要的 他一定要早代 他该批评川普的 继续批评 没有 他可以说 我是说他百分之九十会胜 拜登百分之九十会胜 他有百分之十会输吗 所以现在就是落在那百分之十 所以他还是很准 对 他还是有算到那百分之十 那CNN是95跟5 他还是可以说 我有时候他5%的机会会输 你觉得他的读者会接受吗 当然不能接受 他是铁定被K的 读者会接受 因为这些读院读者 本来就讨厌川普 对 他把他正当化说 都是你川普的奥布 你川普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采取了一些不好的策略 等等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给川普 他主流媒体还是主流媒体 这种对立性还是会存在 其实有三个戴罪羔羊 就摆在那里 第一个还是会先回去 检讨拜登的竞选策略 他毕竟他是主角 他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你就会看这些主流媒体 就会去检讨拜登的竞选策略 是哪里失误 第二个一定去检讨 自己的民调 但是检讨别人 叫做隐姓选民 川粉是隐姓选民 这样可以自圆其说 第三个可以检讨中共 那个败罪 戴罪羔羊就在那里 所以我预估选完以后 尤其是如果这个趋势不变 川普如果当选 拜登如果落选的话 双方面的检讨的矛头 到最后 他一定会回到中共的身上 因为我每天在做节目 那时候的拜登正赢的时候 我记得都赢到十几%了 超过十个% 有有有 十二%了 对不对 十二到十五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都怪十五% 七月的时候川普还甚至一度 自己在那种扮气馁的说 拜登赢这么多我输了不要选了 六七月那个时候 他一度很生气的这样去表达 所以那个落差其实都存在 我也心里也这样想 想说这12%到15%是要怎么算 对不对 看起来是输了 可是所以电邮门是影响很大吗 航特影响很大吗 绝对我觉得一定有影响 而且就是说 当这些主流媒体 一直在帮拜登家族 当他们遮羞部 反而引发很多人的愤怒 对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样的 明目张胆这样做呢 对不对 你有立场没关系 可是你不能太过分 好像这件事从来不存在一样 那我觉得 川普以前一天发几则 最多的时候推特就发几则 在那个得到肺炎那时候 那个前后有两个小时 狂发57则这样 57则嘛 所以接下来他要发推特 骂推特 不可能 但是可能会崩掉 我说我会说 我会有点赏